年轻人嘛 也很正常 哪有那么大的心胸啊 小朋友说你心胸不够大 我们男人都这样 我们又那么年轻 我们都这样 我们爱我们就不放心 对吧 我们也不在身边 你穿短裤给谁看呀 是吧 兄弟 对啊 他只能给我们看 他能给外人看 年轻 他一定是这么想 这其实是对爱的一种控制 这叫反控制啊 我偏要这样 你不在 控制与反控制 他想控制他 他反抗他的控制 结果呢发现 因为爱着 或者被爱着 到了杭州以后 情不自禁的 还是这个人 所以我想 如果你们真的爱的话 就别那么较劲 把这个爱放松一些 其实我知道 你们俩都挺在乎 这一段情感的 老想 一次就一生嘛 是不是这个想法 但是挺难的 因为你们现在 其实碰到了人生的 一个巨大的坎 是这个男人 有诸多的不顺 你可别怪 辞职是因为人家 这已经 二十三了是吧 大孩子了 仔细想一想 没有强求你们 飞在一起 喜欢 就大大方方的 要对感情 坚定 而有责任 好吗 行了 下面的时间 留给你们自己 一起进入黄金六十秒 亲爱的 我觉得这么多年 我们都走过来了 你说我们那时候 刚在一起 我们就分开了 分割两地 你说经历大学 我们俩也不在一块 身边那么多诱惑 我们两个都能抵挡 现在我们都在一块了 你竟然要离开 你觉得我脾气不好 我可以改 但是这个事情 也不是我一个人 能改变的 我觉得我们两个 在一起生活 我们两个都得努力 我觉得这次回去之后 你好好地找一份工作 我们一起努力向上 我也挺喜欢你的 但是 我就觉得你脾气吧 应该要改一点 你确定你能改吗 可以的 能改吗 包容包容吧 这是你们第一次 真实地面对生活 因为你们在一起了 你们要柴米油盐酱醋茶了 你现在又没有了工作 你们第一次 面对生活的困难 就别自己 再跟自己内耗了 你听我的 我听你的了 说你呢 回去吧 请回吧 这算是一对 青梅竹马的情侣 从初中 他们就认识了 来 请关门 在高三 在高三毕业的时候 一对情侣定了情 随后 是四年大学生活 带来的 慢慢相思之苦 在这其中 男生因为不满 女生的一些举动 而分了手 后来 两个人大学都毕业了 女生去了杭州工作 男生因为思念这个女生 追随追随追随 当他们真的在一起的时候 却发现 原来相处在一起 是那么的困难 接下来我们 就来看看 这对年轻情侣 自己的选择吧 请开门 过去啊 还打架子 还端着 你闹关怀 在家里闹就行了 还跑我们这儿闹 赶紧去找工作去吧 不就要女生关注你吗 关怀你吗 为什么出来 玩一趟 你爱她 你要跟她分手 请开门 请出我们的小花筒 来 来 来 拿戒指 谢谢啊 要保湿 一倍湿 我觉得这样一个仪式 对你们俩真的不一样 从今天开始 其实他们才 真正地开始恋爱了 珍惜这个机会 来 各位 我们一起来见证 属于他们的浪漫时刻 那我以后就好 带一起吧 我一样会恨你 一样疼你 好 跪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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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就想双腿了 亮灯吧 谢谢你们 请回 祝他们幸福吧 不管怎么说 希望今天是他们 新生活的一个起点